第二十三集 张琪蠢道 等金子拿到手 便是最终还是要和广陵王走 也是有了傍身之姿 正在这时 张琪瞟到一个婢女急匆匆地向张萱走来 连忙一扶道 九兄 阿琪得走了 张萱点头时 她顺手把鹅发梳了下来 那个婢女身后跟着一个少年 少年大步走来 远远地看到张萱便是唤道 陈九 你小儿回来这么久 怎地不来见我 她几个剑步便冲到了张萱面前 掩一瞟 她看到了走在五步开外的张琪 不由疑了一声 张萱问道 你疑什么 少年皱眉道 这个背影好像在哪里看过 她转向张萱 凑上脸 眼巴巴地问道 她是谁 张萱叹道 是我的一个妹妹 见少年眼睁睁地盯着自己 一副不说清楚不罢休的模样 她无奈地说道 她母亲是我父亲在外面识得的 前不久才把这个妹妹从外祖家接回来 说到这里 她打量着少年 陈拔 你见过阿琪 陈毅一时却想不出来了 她皱眉苦思中 张萱心神一动 暗响 张琪对自己的将来忧心忡忡的 若是能嫁与陈毅 倒能免了她的烦恼 这个陈毅虽然是皇姓宗士 可幼年丧父 家境只称得上富裕 而且她家里人品简单 她父亲没有通房窃室的 她的母亲对她也是管教甚严 陈毅到现在还没有经过女人 若是把阿琪许给她 便是当不得正气 也能有一席之敌 陈毅看起来脸嫩 实际年纪也有时期了 听说她母亲催促得紧 这阵子明的暗的不断的相看着 想到这里张萱唤道 阿琪回来 张琪才走出几十步 便听到身后兄长唤她 她正了正转过身来 张萱朝她挥了挥手 唤道 过来 是 张琪应了一声小步走过来 随着张琪走近 陈毅的表情也越来越失望 张萱看了好笑 张琪刚刚走到她面前 她便命令道 阿琪 这位是陈师兄 你们见一见 张琪转身 朝着陈毅盈盈益一服 唤道 陈师兄 陈毅连忙欢迎一礼 就在这时 站在张琪旁边的张萱 伸出手扶向张琪的额发 把她绣发扶开 露出白净的额头 张萱转过头来 对看着呆了的陈毅 叹道 我这个妹妹 害怕所托非人 一直用这个法子 遮着面容 说吧 她重新把张琪的额发梳下 对着羞红着脸 手足无措的张琪说道 好了 时辰不早了 你去学堂吧 是 张琪刚刚转身 陈毅一把抓住张萱的袖子 双眼放光 急急地说道 阿萱 我今日方指 何谓停停四月 十三岁的张琪 身段娇小玲珑 整个人于仙柔中 带着灵透 正是男人中 最喜欢的孤子类型 陈毅目眩神迷地 看着远去的张琪 低声吟道 白日暗暗 和风骚骚 有一美人 脸若狭染 光照左右 张萱笑了 她伸手搂过陈毅的肩 凑近她 低声地说道 不止如此 阿八 我这个妹妹 可是少有的聪慧之人 若不是出身不够 健康第一美女 定然轮不到 王室阿元 盯着陈毅 她认真地说 陈拔若想求娶 我或许能助一臂之力 这话 已说得相当明了 陈毅促着眉 认真地寻思了一会儿 转头向张萱说道 我得回去问问母亲 好 别了张萱 张骑低着头 急急地向学堂走去 一边走 她一边想着 刚才张萱 与那个陈毅的表情 以她的聪慧 自是能猜到 张萱 是想把自己 娶给那个少年 只是那少年 与张萱交好 在张宅中 又是尽出自如 只怕 也是个有身份的 这样的人家 怎么可能允了她做妻 罢了 便是做他人之妻又如何 这世上的男人 哪个信得过 张骑摇了摇头 她急着赶回学堂 又想着心事 便没有注意左右 直到眼角的余线 看到前方的两个人影 张骑才抬起头来 却原来是一个婢女 扶着一个 衣着朴素的妇人 迎面走过来 此时 两人离她 只有五步远 只能容得 二人同行的林荫道窄小 张骑收回脚步 向一侧让去 主仆两人继续向前 就在他们 与张骑擦身而过时 那夫人脚下一滑 扑腾一声 坐倒在地 张骑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以双手五度 摆着脸 大声呻吟起来 随着妇人的呻吟声 她的裙如下 一缕可凝的血迹 渐渐地渗出来 慢慢地流到了草地上 婢女大惊 她尖叫一声 急急地道 来人 来人哪 女郎 女郎 你 你怎么了 婢女的尖叫 尖锐而响亮 在一阵兵荒马乱的脚步声中 她突然伸手 扯住 想要离开这场 混乱场所的张骑 尖着嗓子骂道 你撞了我家女郎 还想溜了不成 什么 张骑赫然抬头 在纷纷赶来的人群中 婢女 手指着张起的鼻尖 尖声道 便是她 便是她撞了女郎 在婢女的尖叫声中 有几人扑到了少妇身上 一婆子 看到她染红的如裙 脸色一白 尖叫道 天杀的 女郎的孩儿啊 这婆子的话 惊醒了众人 五六双目光 齐刷刷低头 这一看 她们同时脸色微变 再看向张起时 引满是指责和愤怒 那婆子摇着乌叶着 险些昏厥过去的少妇 急急地问道 女郎 你这是怎么了 少妇睁开无神的眼 伸出手 直直地指向张起 只是流泪不止 张起向后退了一步 而这时 被惊动了的张萱和陈毅也赶到了 他们正好看到 那妇人指向张起的这一幕 在张萱皱着眉关切地 看向张起时 陈毅上前一步 朝着众人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那婢女口舌流利 她指着张起清脆地 尖锐地说道 奴服着女郎三步 突然这姑子急急而来 也不看人 便这么撞上了女郎 说到这里 她泪如雨下 咬着袖抽叶道 我可怜的小主子 陈毅迅速转头 她盯着张起 见张起冷着脸 看着那对主仆 脸上的表情毫无愧疚 不由眉头一皱 张起没有看着她 甚至连张萱 在这个时候 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她 陈毅摇了摇头 她朝张萱一拱手 探道 师兄 阿八先行告退了 张萱点了点头 陈毅大步离去 事出突然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没有让张起 有开口的机会 她每次刚要张嘴 那婢女便是一声 尖量地豪哭 就在那婢女生泪替下的 指责张起的莽撞时 突然的张起的声音一提 清脆而响亮地说道 静一静 这一声唤 令得喧闹的众人 同时一指 那婢女也止住了尖叫 张起向前走向那少妇 看到她进前 那婢女一个剑步 挡在主子面前 尖声道 你还要干什么 张起止步 她转向一侧的张萱 朝她扶了扶 清脆地说道 还请九兄做主 派两人上前 她指着那少妇的腹部 阿琪怀疑 此中有诈 她声音一落 那个婢女便尖叫一声 什么 她朝着张起纵身扑来 尖利的指甲 便要抓向张起的脸 张起急急退后一步 她躲在张萱的身后 扯着嗓子清脆地叫道 你家女郎的都妇中 不是藏有血带 便是藏有染料 这句话不但声音响亮 而且果断无比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那少妇 私下安静下来 张萱走出一步 她皱着眉 盯着脸色发白的主仆二人 回头朝着两个贴身婢女 喝道 你们上前查看查看 说吧 她背对着少女大步走开 当张萱避到一旁时 嗡嗡声再起 而张萱的两个婢女 已提步向那少女走去 随着他们走近 主仆两人脸色越来越白 越来越白 终于那少妇尖叫一声 真正地晕了过去 看到自家女郎晕倒 那婢女再也反抗不下去 她扑通一声软倒在地 白着脸抽气道 不 不 到的这时 众人哪有不明白的 一婆子走上前 瞪着那婢女 指着她喝道 杀钱刀的剑壁 这种事 你也敢胡乱攀污 你好大的胆子 那婢女这时 已没有半点侥幸的心理 她爬向那婆子 抱着她的腿哭道 尚敖 尚敖 我错了 我错了 更夜声中 张萱的命令声 圆圆地传来 在这里哭作甚 没得丢人现眼 拖下去 接着 她又命令道 阿琪 你过来 是 张萱 张萱看了一眼狼狈离去的主仆二人 随步走向了张萱 张萱伸手俯着她的脸 愉悦地说道 我家阿琪 当真是聪慧之人 她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她腹中有诈 张萱乖巧地说道 我没有碰到她 她就跌倒了 后来 她主仆二人 一口同声地指责我 当时阿琪便想 他们是想赖我 那夫人定然是有意摔倒 然后 阿琪便想到 她既是假意摔倒 那流出的血 定也不是真血 说起来 她还要感谢肖默 要不是那日 她用染料冒充鼻血 吸引了自己 她也不至于 反应得那么快捷 张萱叹道 阿琪真真敏慧 她还是第一次知道 内宅妇人 也有这么多的手段 还有阿琪 这么一个 纯真乖巧的小姑子 竟然 也有人特意来陷害她 叹息一阵后 她连连摇头 一连得到她两声夸赞 张琪 却是一点也不高兴 这数月来 所有的人都忽略她 无视她 特别是张萧氏 已经认定她无需在意 可这一下 却生生地 把她推到了 张萧氏等人的目光里 与张萱告辞后 张琪朝学堂走去 第一堂课结束不久后 一阵议论声从旁边传来 伴随着议论声的 还有中姑子 时不时投来的 端详的目光 嗡嗡的议论声中 第二堂课到了 这一堂课 是张琪喜欢的刺绣 可是她现在一个字也听不到 充斥在她耳边的是 中姑子不识的低语声 嗨 真真看不出来 反应好声快速呢 怪不得几个教习都看中她 原来是个心机深沉的 议论声中 张琪的头更低了 当这堂课结束时 张琪已从众人的闲语中 得知了情友 那妇人是酒房的庶女 于两年前 嫁给江佐罗氏为席 新婚两年无孕 她瘦尽白眼 前几天 她与新娜的几房妾室的夫君 闹了脾气 便回到娘家攒住 住了两天后 她身体出现不适 壮死风寒 罗张氏自行用了些 族里备好的丹药服下 哪知这一服 下服立即流血不止 罗张氏这才发现 自己流产了 罗张氏十分绝望 好不容易有了孕 却因自己的不慎给流掉了 那个本来不喜她的婆母 不知还能不能容得下她 无助之中 经过婢女的提醒 她注意到了 在张氏最没有依赖和地位的张琪 主仆两人想着 如果把流产之事 赖到张启头上 说不定 夫家连她无故狮子 不会责怪她 于是 便有了上面那一幕 现在 罗张氏已被夫家接回去 已经知道 一切室游的夫家 会有什么样的决定 就不是张启所能知道的了 正如张启所料 此时此刻知道了 室游的张潇氏 时时大吃了一惊 她瞪着站在下面的阿湘 好一会儿才到 原是人不可貌乡啊 她眯起眼 喃喃自语道 我就说呢 一个卑贱的乡下俗物 竟然使得阿木和轩儿都喜欢 却原来看走了眼啊 一个婆子在旁边说道 可不是呢 看起来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姑 心眼儿竟是贼多 仔细想想 紧姑子几番惹闹了大夫人 未必没有她作祟呢 其实这婆子也知道这话牵强 不过她对张潇氏的心是摸得轻 知道她这个做母亲的 宁愿相信自己女儿是被人怂恿的 也不愿承认自己女儿是个愚蠢的 张潇氏的脸阴沉了 她冷笑一声 说道 阿木拍的人还在外面等我信呢 她要我放出她去 说什么万一大夫人问起 便说是送给肖策做机械的 出了门后她自有安排 阿木这孩子向来体息 这次又做了一件让我满意的事 我原是准备顺口硬了的 现在看来 阿木这孩子呀 定是被那剑壁蛊惑了 她从极岸下拿出了一封信 把她撕了 对阿湘道 你出去跟那个小路说 阿琪这个姑子居心叵测 姑姑不能让她害了阿木 此事不能应 是 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